杰伯老师 你确定你资料当中的这档股票 今天有开盘吗 有啊 就开盘涨停一个价啊 看节目 欢迎投照片来到股市最前线 节目当中 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驱使掌握未来 华冠投股高明章高老师 杰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股大老师 杰伯老师高明章 今天来到了4284月 最后一个交易日 来 先来恭喜 来 恭喜什么 恭喜老师你这一个 这一份五月操盘 锦囊妙计 其实我昨天有提醒各位 我说趁他还没早上赶快买 他到底今天有没有开盘 有 先恭喜所有好朋友们 有拿到资料朋友们 以及全国所有会员朋友们 我们这一档新标股 算是玉兔五号啦 有的 今天一开盘就收盘了 9点钟收盘 你真的没感觉他有 他有进来过呢 其实我有猜到 所以我只有资料只给一档 您有猜到 而且老师在录音前来告诉我 我有预感他今天会涨停板 为什么从哪里看到 其实前两天的筹码上就有人看得出来 有人在做这一支 等一下 前两天 好了我先公布答案 已经所谈到实料里面 五月操盘简单标记里面 只有一档股票 只有一档股票 八零六九元胎 就是一 很好猜吧 股本一百一十四亿 结果结果结果没来 七个半月没涨过 真的 好久了 我们大概成本 因为我买不只一次 我买了几次 我们这一半平均 大概买一七零到一七三 你如果有来拿这一份 五月操盘简单标记的好票 你星期三拿嘛 星期四才可以买啊 星期四一整天那里慢慢买啊 你至少有15块钱的价差 今天比较麻烦啊 今天一开盘就涨停了 很难买 对九点钟就收盘了 真的 再度恭喜所有来拿资料 以及所有朋友们 八零六九元胎 开盘亮灯 资料里面只有 这一档股票 一档 今天很多飞行师对他来聊元胎 但他们一定买不到 一定买不到啊 因为我已经买好三天 我已经买三天 所以你听节目就知道 哪些人是在画虎 我不好说 反正我已经买好了 好 恭喜小朋友们 也跟还没拿到资料门 说声抱歉 不过你还有两张图很重要 一个是加权指数 五月怎么走 一个是贵买指数 五月怎么走 怎么走 至于还没有新标股 是啊 那当然有 跟上脚步 欢迎你跟上脚步 直接跟紧脚步了 我先讲 我买股票 其实最近很多客户落水 Dairy买股票 真的是属于那种 买很低档的 是 来 观众朋友 元胎够不够低档 低档啊 我们说到作造 没弃贵的东西 没弃贵 对 七个半月没涨过的股票 老师你怎么会去买 有个寒门 就像三月底 David请你把创意试新 具有客卖掉 老师你怎么会去买南光 南光现在又创新高 是 最近小朋友说 老师南光买贵怎么办 我说今天不就到 又剪掉就算到了吗 今天又创新高 还有 老师那你怎么四月份 知道要做华城 是 知道要做生威能 三月底资料都给你了 有的 对不对 都有赚到 甚至 老师那你这礼拜 给的资料 竟然是元胎 只有一档 这一档 这怎么不会再拖把了吧 除非卡 这强迫中架一定中 先恭喜所有已经拿到资料 朋友们8069元胎 不小心就涨停了 不小心让那涨停满 开盘及收盘 一个这样 还被人家说 老师你确定今天有开盘吗 对啊 这看起来 好朋友们 这个是比较无聊 就是直接9点就说 老师我可以休假了 真的 我直接放您假 真的今天早上客户超早很可爱 你要前两天把元胎买好 然后我们的服务人问老师 那你觉得最近这个可以吗 他说很OK 没有问题 我要去休假了 他才不想看盘 今天什么指数涨跌 感恩他什么事 他就元胎一档 股票就直接涨停满了 对就直接涨停 其实你可以看台北股市 真的如我们所料 星期二 我说那个破季线 很好 很好 我记不记得那张字考写 破季线好 好满一点 有的 结果呢 老师 真的 真的涨停 破季线就这一张 对啊 这4月25号 那天 我还坤评话说 老师破季线 那天 跌快300点 跌快300点 277 然后评话说 破季线是 破了生命线 那我说 那他如果长回去 不就变僵尸 这叫做那个回光返照 起死回生 老师 在这一天 红了这一天 看得到吗大家 星期一 星期一 我说 这可惜的点 应该要破季线才好 再多一点点 再多一点更好 结果隔天 破季线 好大一根 好大 好丑一根 然后三天 这三天 礼拜三礼拜四 又转回来 转回来咯 你现在是不是随便买都转 对 随便买都转 我说为什么要破季线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今天跟平话录 别的节目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问我 老师啊 到底怎么知道说 那个破季线可以买 对呀 盘中的筹码就告诉你了 是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不需要看 什么KD啦 什么MACD 对没错 什么开盘八法 什么法的啦 还有一些 不漏用的数据啦 什么一些 什么线的啦 什么景气 Long 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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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不需要 盘中 一个简单的逻辑给大家 是 为什么要破季线 为什么破季线 记不记得上周回答我讲过 最好要破季线 有 结果你看那黑仔嘴 不是黑仔嘴 是我非常理解市场的心态 对 破季线就可以让筹码清长 要让出一些空间 明知道下个礼拜 5月升息之后 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利率会议 对哦 所以股票后面一定大涨 嗯哼 可是你既然知道5月会大涨 那如果我把指数称在15,900 是 我上去还有多少 上去是不是卖压重重 因为创新高 没错 对不对 嗯 一创新高 大家股票赚了就想卖 就嗨了就卖了 嗯 好 那现在连跌一个礼拜 跌700点之后 新铁股票上涨 很多人都已经出场了好不好 所以他这一段 所以我这一波 一上去过万六的话 你就要 不是你就要 是这个过程会很轻松 对 因为没有人会再拖 对 你知道吗 就是在后面 那个他怎么办 拉着你 拉着你 对 因为有人说 上去想卖 对 因为他们在过去 可以把这边请出去了 哦 所以他把这个身上的肩膀 再轻一点出来之后 轻掉一些筹码 我才好啦 诶 这逻辑上其实就只是这样子 没有很难啊 一方面 轻出来这些空间之后 不然我为什么跟你说 现在季线要破比较好 真的 对啦 来 了解 哎呦 没有很难 还好我们这边只有三条线 如果再来个年线 有啊 你插插下去 季线破就有人开始讲的年线 什么十年线啊 对对对 就没了 五千一百多那个会不会破啦 就往下喊啊 一万五会不会破啦 对啊 前低一五一八六啊 破啊 再破变一三九八一 这些都是坊间一些 就是 名嘴分析师们最喜欢用的 但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帮助都没有 请问各位 那你星际三没买 今天股票就涨停了用吗 你星际四没买 今天股票就涨停了用吗 老师 那万一你那时候卖了 嗯 就对心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你破肌线不要趴 对 你不追高不杀低赢的就是你的 真的 老师有说即便是开低 往下你也不要乱卖股票 有可能卖在低点 不用怕 你会卖在地板上 我讲得很清楚 果不其然 老师 过去这几天不是这样讲吗 老师有签低赢卖交代 而且我是非常笃定跟人家讲 他是长这样 没错 我说破完会再上 我没有送你四个字 洗的再上 有没有 我说最好要破季线 那老师 指数已经连长三天了 连红三天了 难道会长到什么地方 OTC怎么看 资料 里面直接剧透给大家 资料直接剧透啦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 其实这些都在我们的 规划之中了 其实早就计划好了 早就 老早就计划好了 你看看 原本让你应该是上期 我从去年10月27号 空单回补翻了 做做卖创意之后 我就已经算过 大概三月底会卖创意 四月又会做不同的族群 五月还有一波行情 天哪 半点前我大概就算好了 老师 投资好朋友 其实评论听我讲过很多次 老师唯一烦恼的是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今天晚上 今天我儿子生日 食物已经决定好了 股市当中这么凉落指掌 唯一的弱点就是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 晚上吃什么 这个也很难笑 怎么这么的可爱啊 我上次才被我们 那个业务部的主管笑 他就看我在那个买东西 就是去Savio买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看这么久 看半天 对 我说你这个速度 你股票都已经涨停了 对 我本来比较快 是不是你看 老师又是快 收手快 是股票快 今天9点钟开盘 就涨停够快了吧 为什么说 今天才说 他有买这一档的好朋友们 你真的要犹豫了 因为他开盘 那些人是趁热度 他们不可能买得到 对 他买不到 开盘就是收盘咯 一家到底 买不到 好啦 这人让他买到 他也比我们贵20块 真的 恭喜我们的好朋友 感谢他们 恭喜我们的会员 帮我们追 好好好 来 这一份呢 价值千金万千的 五月台股操盘简单妙计 里面的股票就是8069的元台 对啊 你照片就对K线一模一样 是 那上面家居指数跟贵买指数 未来会长到哪里 或者是 诶 如何看 都不用猜 吃要先拿 周一天免费给 时间来电就给你咯 广告时间一样留给大家 赶紧打电话咯 好 老师唯一选择性障碍 就是晚上要吃什么 不是因为 自己做的时候 要决定菜色要想 难得老师会说 嗯 今天我要去买肉 我要去炖肉 有啊 昨天跟平话说 我要去买肉 结果连拍照都没有给我看 就炖好了 但是我等一下才给你看 来不及拍 因为马上就被清空了 就被清盘了 我昨天做了一个牛排洞啊 哎 很好吃啊 牛排盖饭啊 就是牛排煎好 然后切片 然后撒个蒜书这样 你看是不是心好难忍 会下厨 不难啊 换下厨房 厨艺这么好的 不是 因为煮东西跟做股票很像 要顺序要步骤 要讲求那个规划 是的 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会做菜的朋友 你股票应该做得不错 哦 就比如说 你要把它的逻辑拿来用 它们其实是有一致性的 对 就像念书要有方法 哦 一样 就是不要死念念用 嗯 死念是记不久的啦 死念怎么会记得住 可能今天记了 那你就很容易进云脑啊 哦 对哦 塞秒就忘了 那不对 其实我记过的都不会忘记 老师真的过目不忘了 没有到过目不忘 大家会看记得九成啊 哎 以前念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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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世纪来 那个文组 我们你说 哦 国中考高中那个哦 满分耶 就是国中不是有五科 考高中是有个社会科吗 对什么科 我不知道现在满分几分 我们那时候满分是140 就是地理历史加那个 就是公民 公民嘛 三科 是公民吧 好像就三科 对 三科 满分是140吗 还是只有地理历史吗 没有我们只有地理历史而已 没有公民哦 70加70嘛 所以是140 那现在是有公民加强 我不知道多少 我记得国中的时候 就很久了 真的有点久 满分140 140在这儿 就我模拟考证满花满分 好厉害哦 可是这个没有很难 就是你要知道大概 应该这么讲 就是你要把过去三年学的东西 全部都记 大概记个至少95% 你就有机会 至少考135都没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不是那种 博学广计的人 这个对你来讲会很难 会有难度 这个这个股票很好用 为什么好用 记得我买圆胎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礼拜三资料给大家 圆胎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什么 七个月没涨 对七个月没涨 我昨天来提醒你 在去年跌6000点 跌5900点 我好像他涨一倍 是的 为什么 就表示他跟大盘 完全没关系 老师那这样他涨代表 可是大盘现在还在涨 所以不用担心 加权指数需要担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David在跟你讲大盘 你会发现 我今天涨100点 我不想讲 那天跌300点我也来理他 这 真的 他去年是涨这样 对啊 这指数跌下去 很可怕 所以他说 他整理七个月之后 我看他前两天就有买盘 他也进来 其实我就在猜 第一个 一定是Amazon 业绩不错 因为Amazon用了他的电子标签 第二个 他有新订单 沃尔玛的新订单 是 新闻应该还没有吧 你们大家就参考参考 还没 所以 所以除此之外 他旁边的股票都还不错 但是以筹码来讲 元泰最好 所以我就买元泰 原泰是投信会喜欢的股票 是 好了感谢投信 今天他们一定买很凶 我是没有能力把股价 开盘就涨停的 这我没有办法 但股票可以先买好 那我可以前两三天先买好 我带你买两三天了 或你早就坐在轿上了 就170到170张我买两三次啊 我从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张一直买啊 26号给大家 你最晚27号进场 跟黑K其实我就有进场 对不对 你看看 哇哇哇 买了装扣 看不懂 看不懂为什么要买黑K啊 因为便宜啊 我讲我们雄心 真的是便宜啦 怎么老师不相信我 很久没了 人家我给各位资料 看来观众朋友们 我三月给你的资料 老师真的很厉害 生计也飙 飙 节能除能也飙 也飙 飞龙涨翻天 华晨涨翻天 陈伟能涨翻天 南光涨翻天 好那就算了 这一份资料竟然只有一支股票 只有一档耶 竟然买完之后还开盘就涨停 今天开盘级收盘耶 这样可以啦 怎么可以这么的恶心 这哪里有心 这样不是很轻松吗 不是你来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就是希望说 其实我们不要做太复杂的东西 我们股票可以买便宜的 也不用追高 就像我今天才跟一些新的客户讲 我说我的院子很简单 不追高不杀地 对 股票要便宜买 是 然后有波段 我们尽量做个五成一倍 如果空间小一点 我们做个三成五成就好 你不要说 老师原在涨停才追 No 你要在涨停前几天就买好 至于你 你可能没法掌握到这种东西 我可以 所以我们先买好的 好 如果你真的不会分辨的 好朋友们 跟上脚步了 你欢迎你跟上 我们接下来还是会有些好的标的 新的标的 但还是那句话 最近的行情空间 没有办法给你一倍 好 你不要跟我 老师我这次要赚100% 真不好意思 没办法 老师 三五成就可以了 去年他涨背骨 背书翻 那今天 我每天都你过年 没有 你不能要求说 老师你看2020年 你看到台积电涨那么多 那现在呢 我们台积电涨不动 这句没来 事情不是我们想得很简单 真的是 对 没有那么简单 不要再喊688了 688是零利利的时代 五四六会不会来都有问题 五四六是在这边 对啊 我的妈妈咪啊 五四六我希望他会来 但这个不保证 还是有点难度 好 好的 来想想你买台积电的初衷 我常讲买台积电的初衷做一个 对 放得够久赚得更多 活得越久赚得越多 真的啊 只要台积电能够继续维持 世界第一的位置 对 那你就是放得越久赚得越多 没错 就是买台积电的逻辑 是的 如果说老师说我买标股 那怎么会选台积电的 对呀 台积电要涨三成都很难 很难 来观众朋友问大家 今天台积电涨三成 台北股市一万八了 你知道吗 是 而且如果台积电真的涨三成的话 那表示其他股大概不会动 你看这一波拉回 他好像才一成而已 对啊 我们就跌700点了 是啊 他一成我们就700点了 他跌不到一成好不好 他只跌34%而已 才38%而已 我们就跌700点了 台积电从530 跌到账还不到50块 妈呀 不到一成 不对 还不到一成 我们台股就跌成多了 台积电涨三成700点了 将近700点 我来看一下 你看看这样就700点了 对 没错 好啦不用怕啦 台积电要来了啦 下礼拜大家敬请期待 我们真的说了很久 台积电 从三月就能问我啦 台积电什么时候会这样 我一直跟他讲5月啊 对对 今天4月28下礼拜5月了嘛 台积电要来了 是 敬请期待 终于要来了 不会啦 台积电这个节奏刚刚好啊 这样子的tempo刚好 他不要太早来 如果我们所要嘛 他不要太早来 5月才来就好了 不用中期 是 去到哪里呢 把这份我们的五月操盘 锦囊庙记带回去 加拿钱指数 有没有机会挽留 还是上去要买 还是挽留过不去 或者贵买指数 有没有机会创高 是不是又是 妖姑满天飞 还是接下来有不同的规划 都在我们这份 五月操盘的锦囊庙记 锦囊庙记里面 那再次恭喜 金囊庙记的朋友们 8069元台 元台 唯一的一档股票 是的 亮灯涨庭 亮灯涨庭板 资料里面 只有一档股票 是的 就是变好 好喔 我刚刚一直在查 设备科应该是100了 现在是100了 3颗100对 我们以前是4颗 我们以前是2颗140 140 你看我们 因为我国中憋多久了 30年了 30年了 30年前的事 好的 那还到底知道 自己分数考多少 不是因为那个分数太特别 真的很特别 就一个价 因为如果 不是不是 也是一个价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 有时候考到135 138 139 我说我没考过一次 就那么一次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 不是不是 我高中没有考量考 我们那是模拟考的成绩 因为我考不上建中 考不考高中 考那么差 就有那个 有奖学金的我就念 这很好 这是一个动力 不错耶 高中三年 讲话今天赚了20万 哇 你看看 好赚 从小就爱赚钱 是 好 来到股市帮大家赚钱 大家一起赚啊 我们都是资料先给股票先买好 然后一起迎接涨停 是的 这才是真正的操作 这才是你要的操作 对 不要只要是称热度灭疫 不要称热度了啦 灭用 对你没有帮助 对 称久了你的操作越来越差 对也会耶 因为都是虚幅 这个东西就是 每个人对自己要求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 这个股票涨上去啊 这个我有啊 其实那是一种话术 对话术 吸睛 做生意的 对实物上的操作 没有 零 不好啦 老师讲的好含蓄 就是这样子 ZERO 不是不能说零啦 就是说那个操作 只会让你的节奏越来越差啦 因为老师在追高嘛 所以老师给你的操作 是非常稳健的 稳定度非常的够 稳定很好啊 大家都知道啊 是的 好那下周重头戏 就是他了 88% 没有悬念了啦 应该是笃定一马了啦 我现在是好奇 鲍尔还会讲出什么东西 其实即便是笃定之后 最近的新闻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今天看到 什么东西吗 好 鲍尔啊 联总会主席啊 嗯 鲍尔先生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 真的假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 他被骗了 他被诈骗吗 他被 他不是 你知道那个 乌克兰那个总理 知道 泽伦斯基吗 嗯 然后他跟 FED主席电话连线 嗯 但那个泽伦斯基假的 真的假 有这个新闻 但我不确定这个新闻真假 但是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的天啊 老同学 你这样不行啊 真的不行 对啊 所以是 真司机还是假司机 对啊 还是老师 歪了 你看 平话自己歪了 不是我 这 这边的风水真的很怪怪的 才不是 那就是你的问题 这都是我的问题啊 我留言给我 不是 好啦 好啦 大家开心笑一笑 那下礼拜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不错的标的 在这两个位 好不好 跟上脚步咯 好 来 老师我们第二段了 好吧 OK没问题 好的 第二段咯 欢迎您是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亲爱的老朋友 把这份价值千金万金的 五月台股操盘 简单妙计 里面真的是价值千金万金的资讯 除了 老师 这档股票涨停满 对啊 就原态涨停嘛 原态涨停满了 然后 没跟上没买到老朋友 一样跟上脚步 欢迎你跟上脚步 一定要 因为资料人先给你了 然后也千里先买好了 我们已经连奖两三天 两天 蛮多天的 因为我们资料 新银三给 然后新银三我们就讲 资料里面只有一档股票 对的 然后股价 几点也没涨过 有 是的 对 91 股本超过100亿 114亿 是的 这样很好猜 去年还是涨备股 去年台股跌快6000点 挺漂亮的 好 恭喜我们的玉途5号 806的元泰 今天开盘一个价 我们家玉途1号又创新高 南光 对 第752的南光今天创新高 老师你是二度买它 对 85.7 今天股价创新高 不过你至于看 来我解释给大家听 你看南光创新高有麦芽 对 对 它有麦芽 这是好的 这样是好的 来 我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看盘的技巧要这样看 不是说 原代长你好棒棒 不是 就买好的东西 讲那个 懒的讲 南光创新高代表所有人赚钱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赚钱的股票会想买 我怕行情不好 对 会有疑虑 我怕三天延价 是 所以这个盘会涨 大家会惊 这样才好 我讲过很多次 你会怕 才好 你不怕 你不怕 我很害怕 我讲过很多次 讲过 了解这个心态了 逻辑 这叫逻辑 什么叫操作逻辑 这样评论我说 老师怎么样让自己操作 做股票技巧会变好 多下棋 我刚才讲过很多次 多下棋 我上次还跟一个朋友讲说 要多下棋 他跟我说 他只会打麻将 马球 对 小语同学 就不行吗 我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我不太会打 但我还蛮会下棋 为什么下棋 要多下棋 你要去猜别人的想法 去想 思考市场 为什么不要说 为什么一定要破季线 对 因为破季线是个重要的管卡 没错 加拿权破季线会让 市价 有没有看到那天星期二 破季线就卖要非常重 非常 手房跌了快300点 270啊 280 256 这种杀法 会让筹码 很快速的被清除场 所以一定很多人 在星期二把股票卖掉 对 然后星期三再破一次 终于抖不掉 然后两天长回来 是 瞬间觉得 真笑 真的 然后 再来就挽留 看有没有机会过 会不会过 资料一些 资料都有给大家图文并茂 对 有图有真相 是的 开盘就收盘 对不对 好啦 即便是礼拜三拿啦 来不及买 礼拜四买进场老朋友 你也有15块钱价差 可以啦 就比我们贵一点点而已啦 真的还是要感谢投信 他们今天元太一定买很多啦 至于为什么 其实答案简单啦 昨天 出来的Amazon的 财报好了时候 其实法人圈 第一个逻辑就是 就是他 元太 一定是买80699元太 所以今天法人定罪 我来是安安 好 那 下礼拜 下周 赌定就是一码了 对应该是 费的是一码没有错 那市场一定会解读说 会想说 一码赌定了 那会不会事后又有 比如说歌派的啦 歌中太阴 音中太阁 不用 那就是最后一次了 好 所以市场应该蛮激动的 热血沸腾 应该会有点激动 其实你 我现在才还有时间 来观众好朋友们 为什么会买元太这种低机器的 或者什么会买生计 这种像175的南广州的股票 大家仔细去看 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 飞半是最弱的 这一波四月份以来 飞半是最弱的 道琼跟NASDAQ S&P比较强 是 飞半是最弱的 对 对对 飞半昨天破敌 的确是最弱的 拉起来 你看NASDAQ快创新高了 有 对不对 那你再看 道琼也快创新高了 没错 哇 有没有跟我讲的一样 的确是最 所以我怎么台股 老师你怎么这个月买的东西 跟之前都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有三个月就跟你讲 诶 换足圈了 嗯 真的 那我身高就是这么 有 尊尊尊 我连美股那个我都抓到了 哇 只是因为我不做美股而已 太累了 太累了 晚上好好睡觉 诶 真的是 四大指数里面 费半是最弱的 不然为什么跟你们说 创意一定要卖 三月底就要卖掉 是 居友科呢 就算这礼拜掌停 我也不想理他 嗯 完全没兴趣 对 好 有些还有朋友问说 老师那居友科 可以买了吗 可以买 对 是不是都可以再买 没兴趣 我讲的 我现在不想碰他 是 我们赚其他就已经 对啊 我有原态开盘对掌停 我干嘛没居友科 对啊 真的 对对啊 还有妥姓帮我拱 多好 要买就买最强的嘛 对啊 170就买好了 资料也给你了 还只有一档 默黑进场 好朋友们 请问各位 全台北股市 哪一个分析是 给资料是只有一档的 应该只有我吧 只有本节目 应该只有我吧 对 给一档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百分之零 不会啦 不会到 不能说百分之零啦 这是涨停 或慢慢涨的问题而已 只有一档 只有一档 我会给只是我蛮有把握的 对不对 不然我干嘛自己给一档 所以升级下周到底盘怎么看 有啊 知道有啊 都写好了 现在很清楚 超清楚 早就给你了 你知道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你这个资料放这样子 会不会大家只看了知道 不知道是否放反的 而且 字很小 而且麦克风也挡住了 好啦 不用担心 资料是free 免费的 对是免费的 先拿到手 先拿先凝 去理解一下五月的行情 是大家报税季 大家常说 五穷六绝 七上吊 no 五月并不穷 这个五月很特别 跟你想的不一样 五月的确 母亲节要到了 对哦 母亲节 母亲节要到了 回家四后我们家两位了 先把泰座安好 那泰山皇怎么办 泰山皇也要安好 是是是 生活没烦恼 是 没错 就这样 说到 标股帮你买单了好不好 对 那个开盘就涨停了 生活都没有烦恼 生活没烦恼 对啊 每天笑咪咪 一开盘就 很好啊 今天涨十点一百点 不重要啊 真的哦 股票涨停了 股票涨停比较重要啊 比较重要一点点 你光看即便是盘没有什么涨 但是股票可以让你 其实你会觉得很妙 为什么会选延态哦 大家自己想 第一个它七个月没涨 对 第二个我知道 Amazon的沙发应该不错 第三个更重要一点 大家思考一件事 台北股市跌七百点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到现在 是啊 云态有没有跌过 没有 它是这样 那是不是它筹码被收走 所以就注意到 这小子 这筹码怎么被收走了 一路在吃 对 你现在看当然觉得 但我给你知道 当下老师 看这样子 对不对 好人这些什么园态吗 整年半天 没把他起过 然后我都收购 业绩那么烂 后面不要看 你看他说 老师又破线了 你看 对啊 你一百七不买 现在多少钱 这一百九了 八九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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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说故事 你看底部起掌第一根 哇这个 那你前几天怎么不买 前几天 还没有讯号出来 不是这样看的 股下看讯号是盘中 那个敲单方式 看得出来的 为什么说不能买 因为你看哦 来技术分析教学 上面都是压力 上有锅盖 对 对不对 上有锅盖 人家这样还在整理拉长 所以这些人 就是在三月二十九号 不会去买南光 让我买到五十七块的人 真的 今天八十五 那我赚多少钱 哎呦 不好意思 五十 真的不好意思 老师 五成的 我的老天儿啊 我本来想说赚四十八 就还有多赚一次 有多赚一趟 有哦 有哦 恭喜各位 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就可以来回赚价 真的啦 记得哦 长多了就不要再追 不要追 我还会有新的 一定有新的 对 那我们尽量一样老原则 是 不追高 不杀低 没错 底部起长的 我最爱 好的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操作 稳定的操作 直接更加脚步了 那么再来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五月台股操盘锦囊 妙地收编 最后一天 还没有到表 最后一天免费给咯 来电 来收取 加入LINE的生活圈 网络 网络的好朋友们 YT频道 直接 下方资讯栏 好 一样点图连结 免费给 节目中呢 再次感谢Devon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OK 谢谢评话 谢谢全国好朋友们 资料 最后一天 赶紧来拿 YT频道的好朋友 下周见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号